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受了这等打击 并且用自己的爱去让小龙女逐渐忘却这个伤痛 而这件事情其实很多人知道 所以我们要说的并不是这个事 而是她的家庭缺陷 小龙女很小被抛弃 成了一个孤儿 虽然在古墓派中有着师父和孙婆婆陪伴 可是那也无法满足对亲情的需求 况且古墓中的气氛都是比较沉寂 毫无暖意 这也让小龙女成长为一个冷漠的女子 而知晓小龙女是孤儿的人很少 只有古墓派中的寥寥几个人知道 而杨过也是在孙婆婆临终前得知 当时孙婆婆说小龙女和杨过一样非常可怜 因为杨过也几乎是一个孤儿 所以她知道那种感受也就从不提起 担心触及到小龙女内心的苦楚 你认为小龙女为何没找过亲生父母 欢迎留言评论 喜欢记得关注我哦